中文字幕 ہو 嘩!!真正 1...2...3...嘩 高手 這就是10格咯 他說把鹽平均放進10格 每一格分到多少個鹽 簡單 每一格平均分到5.85g 這就是他密度 就叫龍島的客觀數字啦! 完! 剛剛也說了很重要的資料給大家 給大家例子 立刻 登登! 就是說我們這杯東西裡面 NACL就是Giant Arctic Structure 溶了下水就會有離子 NA症和CF 飛一下飛一下飛一下 但是我們今天知道 如果有一個DM Cube就有5.85g 5.85g 5.85g 今天我們把東西丟下去 丟啊! 丟啊! 加什麼? 隨便加些 AG證 什麼都好 AG證會跟誰反應? 不知道啦! 很想說選個貨 但有時間再說吧 AG證會碰到CF會結婚 AG證有0.85mol 這個體積是點點點 哎呀一加下去之後呢 最後會產生那些AGCL 會是多少gram啊 點點點啊 在計算 出多少AGCL 多少粒之前呢 大家都知道這個概念啦 如果是之前的頁 我相信各位同學 剛才可能沒有細心聽 我再說一次 這些反應式都是說mode 說粒數 如果跟它說gram是一點意思都沒有的 所以現在我們知道 每個DMQ有這麼多gram 其實沒什麼用 簡單來說呢 要轉做粒數 轉粒數就是 之前也說過 只要知道有一個物質的gram 除回mode mask就是那個粒數 講那麼多啦 這次我們找mode mode mask就是mode mask 體積就是volume 這個就是一樣的 剛才跟現在的分別就是 我們這次不把物質的重量 放到分子了 我們這次直接把它變成粒數 我們就知道 平均每一格有多少粒 就是這麼簡單 有兩個方法做的 單位方面呢 就是有兩個數字 就是有兩個數字去表達我們一杯 夠不夠多 夠不夠濃 剛剛呢 是用我們58.5gram 我們可以由頭計的 由頭計方面很簡單 NACL 非常簡單 記得一件事 我上次忘記了 Gram 如何墊粒數 也很簡單 記不記得 剛剛我教了一下 1mode 是代表很多粒 但是mode這個數字 是很神奇的數字 可以將一個假的 一粒NA 一粒NA是 23.0 no unit 很好笑的 所以同學會寫 寫NO unit NO unit 不用寫 我寫給你看 原來告訴大家 一粒NA 在這個世界上 所有東西都由原子Atom造成 切到最小顆 應該沒有重量 一粒NA 是相對一粒 C來說 就是 23比12 我當C就是12 NA就是23 這個重量是虛無的 所以叫做relative 也不詳細說 原來當這粒NA 有很多粒 1mode 這麼多粒 就會有23.0g 如果大家在深水清 學生 1mode Cl 1mode 35.5g 1mode 1mode 即是 1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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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Cl 就會有2mode 即是我們可以用一個 假的 虛擬數字 變成真的 只要靠一個mode 1mode 這個字就可以了 mode就代表有很多粒 最後就是 嗯... 蠻好啊 蠻好運 58.5g 這個就叫mode mask 簡單來說 只要知道 這個物質多重 以及知道是什麼物質 你只要把重量除回 1mode的時候 這個物質多重 那句叫mode mask 就知道有多少粒 有多少粒 方便大家計算 我用58.5g 不是亂作的 所以 叮叮 58.5g 除回58.5g 但這條這麼容易 我特地作給大家 容易一點 了解 11萬10g 最後就是 叮叮 0.1g 這次我們會用單位 mode per dm cube 就是這個單位 不過呢 我們有選寫的 登登 我不知道為什麼 科加尼這麼懶 我經常都要選寫 就是代表 在表現 我們這瓶 融液 裡面 如果有一個dm cube 的時候 它有多少mode 就這麼簡單 但是 我極不建議 就是 答 不建議這個 考dsc 就最好 不是說錯 最好這個 因為所有mode的answer 都寫mode 還有呢 考試問我concentration 是否答這個單位 如果問我 如果問我 是否答這個單位 就 不是 我跟大家說 不是 永遠都是這個單位 好 你又教上面一個 上面一個 就說 如果當它說要 engram dm cube 你才要這麼做 明白嗎 不要問為什麼 而且mode才有意思 mode才是真正 發生化學反應的時候 會扣的數 也不說 好 所以剛才那個龍道 有沒有第二個方法計 有 用這個方法就可以 剛才 你可以由頭計 我這杯 所有的 sodium chloride 轉成mode 再做總體質 但如果你有gmdm cube 也可以變成mode 很簡單 如果用腦 慢慢想想 一格 就是5.85g NaCl 如果 一格裡面的5.85g NaCl 轉成mode 就行了 對 就說完了 所以 立刻把這個數 5.85g 除 58.5g 就變成mode easy 倒到爆 就是0.1m 明白嗎 如果有mode dm cube 就變成mode 變成mode 就變成mode 沒有了 我們來個summary 一起做exercise 好嗎 summary 就是 就是 準備間斜 以後有mode 就馬上除了mode 立刻除了mode 立刻除了mode 有幾多g 我會計算相應的百分比 就知道現在有幾多顆 其實有些學生很難認 也不用緊張 你會當成mode 以後看到mode 就立刻除了mode 記得轉mode有一分 一會兒會再跟學生說 轉mode之後 再點轉龍道 再除體積 Volume 完 一會兒 如果我們有某個物質的粒數 都可以 如果我是一個 當nac有的粒數 是很多的 原來1mode 就是 我們有某個數目 1mode就會有molar mask 我們也可以轉成mode 除了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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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變成mode 就是這麼簡單 這些都不回到mode 有機會再回到mode 如果跟我信眾要求 我先說之前mode 好不好 但現在先應付了考試 我們繼續去 mode 如何變成mode 我選了mode mode mode 如何變成mode 這些舊的東西不在這裡說 那麼多 反而想知道一樣資料 這是重要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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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